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那些遇到疑难杂症的病人 完完全全成了骗子们的帮凶 其实,那些仪器中所拥到的法剂 都是父母和手下人在不看病的闲夏时光 人工打造的 比如刀刃上渗出的血 是事先用针管关进刀柄里去的 出售的神奇药水 更是拿头发混合着止疼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炮制出来的 因为女主的妈妈支撑Pasum大神附体 女主自然也被同学们认为同样天赋异能 前来找到看运势 或问她买药的同学络绎不绝 这天放学后,同学雪莉叫做了她 雪莉不爱学习,生活作风也不检点 特别容易相信男生 所以她的下场总是被男生欺骗 雪莉说,自己最近经常腹痛 想请她帮忙看看 女主知道又来生意了 她偷偷的录了音 前一阵她曾看到雪莉与男友吵架 知道她刚刚剁骨胎 所以女主试探性着问 你是被小鬼缠身了吧 果然,雪莉也觉得自己是被英灵缠身了 和雪莉约好明天来家里 让妈妈帮她看病 女主到家后,简单说了雪莉的事 并把雪莉的状况对老妈和盘拖出 转天,雪莉的闺蜜的陪动下如约而至 神婆老妈用事先灌入头发的鸡蛋 在雪莉的肚子上滚来滚去 然后将鸡蛋磕开 将头发挑出来拿给雪莉看 你被小鬼缠住了 你剥夺了她的生命 现在她想让你死 雪莉非常害怕 她向大神求助要怎么办 大神告诉她 你需要积德行善才能把她送走 同时你要服下这种药 小鬼就不敢侵犯你了 说着她拿过一瓶自制的神药 这药水是我用法力加持过的 所以要放入我的头发 这是我做了三天三夜的法事才得到 可以治愈一切病状 你拿去每天午夜服下 这雪莉犹豫不决 大神又继续吓唬她 这个鬼想让你去死 她是非常凶的 如果你按我说的做 不出一个星期就可以痊愈 雪莉相信了 伸手接过了药 可这之后 雪莉好像病得更严重了 她来笑的次数越来越少 听同学说 雪莉的状况很不好 还传言她得了艾滋病 这一天 雪莉再次来到女主家看病 老妈继续装作啪宋大神上身的样子 那小棍抽打着雪莉 口中还念念有词 你不知道老子是谁吗 还不出来 成亲跟老子杠上了是吗 说着 举击法器神刀在雪莉的身后 装神弄裹一顿乱晃 然后朝着雪莉的脊背划去 又残忍的将十九只点燃的香烫向雪莉的脊背 这简直是非人的折磨呀 雪莉痛苦的哀嚎着 女主被吓得不忍直视 背过了头 傍晚老妈又开始数钞票了 女主问妈妈 今天对雪莉做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老妈却不以为意的说 不这样做 她们会信吗 不用担心 她自己会好起来的 但是女主就感觉没那么简单 果然 雪莉的病愈发严重了 只是水加纸铜片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呢 可老妈依然信誓旦旦的说 雪莉并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严重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她安心 等她心情好了 病情自然会好转 好了以后还得来感谢咱们呢 这一天 女主快到家时 雪莉在路上拦住了她 雪莉说 为什么自己已经按大神说的做了 却还是不见好转 反而更严重了 女主找借口想走掉 雪莉抓住了她的肩膀 真诚的看着她说 如果我们是好朋友 那我问你一件事 你不许骗我 女主点了点头 我真的会好起来吗 女主犹豫了一下 告诉雪莉 你会好起来的 再忍耐一下 雪莉相信了女主的话 但雪莉的病情却每况愈下 这天在学校再次见到雪莉 她以形如枯杆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女主的心情很复杂 上课时 教室外传来一阵女生的尖叫 大家闻声而去 只见雪莉痛苦的躺在教室的地板上 她双眼冲斜 手指抠着地面 雪莉很快便不再挣扎 她死了 下学后 女主心情低落的向家走 她总觉得背后有人 可回过头去什么都没有 她没看到 那是雪莉的鬼魂 女主走到家门口 听到有人在吵闹的 是雪莉的父母来朝神婆算账了 大神反应够快 见状立马做出自己被雪莉附体的样子 以雪莉的口吻 安抚着雪莉父母的情绪 劝他们离开 反倒是雪莉的闺蜜有些不对劲 她突然掐住了女主的脖子 大声喊叫着 你怎能这样对我 还骗我父母 我要杀了你 还好 两人迅速将她拉开了 傍晚 老妈查看过女儿脖子上的掐痕 安慰女主 别多想 雪莉的闺蜜太过伤心 才会做出这种举动 但是女主觉得 那就是雪莉的鬼魂 可老妈根本不相信世上有鬼 她告诉女主 只要坚信世上没鬼 自然就不会遇到鬼了 第二天 同班女生带来了自己的男友 她想让女主帮忙算算命 这时 死去的雪莉突然出现在面前 女主大惊失色 她匆忙来到洗手间洗脸 惊魂未定的闭着双眼 口中默念着 没有鬼 没有鬼 但是 当她睁开眼时 仍然能够看到雪莉在自己前方站着 口中吐出浓稠的血水 女主战战战战战战的回到教室上课 雪莉又跟来了 她就站在教室的角落里 女主吓得大喊大叫 老师和同学都过来安抚她 可在她看来 雪莉的鬼魂无处不在 为了自保 她抄起了剪刀 校方打电话通知了女主的家长 女主用剪刀扎上了老师的胳膊 男老师将情绪失控的女主送回了家 此时 她的父母早已准备好迎接女儿 老妈命手下将女主按倒在地 为她驱鬼 女主苦苦哀嚎 自己并没有为鬼附身 而是真的遇上鬼了 可老妈根本不听 可在做法的时候 女主又看到雪莉的鬼魂出现在角落里 狠狠地瞪着自己 但无论她怎么哭喊 妈妈都不予理睬 仍然摆出一副被大神附体的样子 超级棍子 狠狠地抽在女儿身上 爸爸提醒老婆 大神 够了 可老妈就根本没有听到似的 直到女主喊道 她出来了 老妈才停了手 正当大家都以为仪式已结束时 老妈却不知哪根弦搭错了 又命人拿来十九支箱 她用刀划向女儿的脊背 老爸心中也是一惊 闺女的衣服都被划破了 鲜血渗了出来 这一戏也演得太过了吧 接着将滚烫的十九支箱 狠狠地怼到了女儿的后背上 晚上 妈妈温柔地梳理了女儿的头发 向女儿道歉 女主很懂事 知道老妈那样做 是为了令别人信服她的神力 可她还是有点心存疑惑 她问老妈 今天下午仪式的时候 妈妈是正常的吗 妈妈苦笑地说 是啊 你要记住 向游新生 别瞎想 很快就没事了 说着老妈将药提给女主 看着女儿将药服下 然后将闺女搂在怀里 可此时 女主却发现 妈妈刚刚给她喝的 就是泡着头发的神药 接着 她又在墙角看到了雪莉的鬼魂 鬼魂学着妈妈的声音说 记住啊 女儿 鬼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 妈妈的手死死地 钳住了女主的脖子 俗话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用正当的方法去挣钱 挣得树心 花子也踏实 但用这种黑心的方法 去骗别人的钱 就实在太过分了 有人说 女主有点冤 并不是她直接害死的雪莉 可她自己明知道 母亲做的不对 在面对信任自己的好友时 她却从头至尾都没有暗示 提醒过雪莉 最终导致了好友的死 所以宇哥觉得 她的责任还是很大的 最后宇哥想提醒大家一句 身体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先去看医生 如果四处求医都治不好的话 再去拜佛烧香也不迟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有最五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宇哥拜谢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